据美国空军杂志网站5月12号报道,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·布朗上将当天在参加2022财年国防计划会议时投入,未来该军种列装的战斗机将由当前的7型缩减至4型。 该军种现役的7型战斗机分别是F-15CD、F-15E、F-15EX、F-16、F-22、F-35A和A-10。 美国空军考虑削减战机数量以节省维护和训练费用。 根据布朗的规划,未来美国空军的战斗机队将维持4种或4加1种形别,其中4种机型包括美军下一代空优战机、现有的第5代隐形战机F-35A、近期开始交付的F-15EX以及老而迷奸的F-16。 另外的一则是暂时保留通过严寿服役至2030年代的A-10攻击机。 在布朗的规划中,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没有了第5代隐形战机F-22猛禽的身影。 据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去年11月统计,美国空军目前有186架F-22战机,平均机龄才12年,是机队中最年轻的战机之一。 在被要求澄清时,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,在机队非常小的情况下,F-22越来越难以得到支持,尤其是到2030年时,首批F-22呼应年限将超过25年。 5月13日,美国空军副参谋长克林顿·西诺特中将也在回应时表示,F-22缺乏未来空优战机所需的多用途能力和航程,不适用于印太地区。